我们收到机器 先把这个电源向在后面这个位置这里 把它插进去 然后再一个 把它插到插头上面去 要把它开起来 这个灯亮 它就是铜亮 然后这里它是有个开 有个开关的 把这样子拧一下 有电了 它就它就亮了 还有这边有一个过滤器的 过滤器这边是有要插一根气管的 对准这里 把它插进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开光阀的 把它挖到这边来 这个气表这里想是有了 就说明它已经是有气了 想把它拔出来也是很简单的 先把这个气管这边给着住 让它不通气 拔两下这个气阀 然后就按住这个绿色这个 这一个按住这个 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拔出来了 我们那个脚踏对紧这个位置这里 这里有一个偷偷的一个点的 这里 我们对着它把它插进去 这个把它拧紧 然后我们就首先要把标签让进去 这个料盘取下来 然后把这个摆开 把这一个拿出来 把我们的标签 放进去 再把这个往里面套 再把这个黑色的这个锁 锁紧 然后再往这里放 放到位 把它改进去 我们就找到标签这个 先经过这第一根滚轴 从这里 往前掉 然后这里也有一根滚轴 然后继续往上面掉 然后就直接上到上面最高的这一根 然后到了上面这一根 我们的标签就直接从这里上去 这里有一个侧标 点眼的 把这个标签对紧这个油桥里面把它放进去 这里也有一根滚轴的 从这个滚轴底部 直接往前穿 穿出来之后 然后标签就到这边了 外面这里也有一根滚轴的 我们的标签需要从这个黑色海绵 跟这个波标板之间 这个缝隙里面穿出来 我们要从这里把它 拿着标签往上面穿 把这个标签穿出来 然后把它 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 然后我们就要松开 然后我们就要松开 这两个 没有挖的 这两个 螺丝稍微松开了 这里有一条缝隙的 我们的标签头啊 直接就从这个 两根包胶之间啊 把这个标签啊 要出来 把它扯紧 标签之后 再把这两个 螺丝把它拧紧进去 让它 抓住这个标签底子 料盘这里 再次把这个松开 松开之后 要把这个料盘放到位 要让它这个 抓住这个标签 也不能夹太紧 如果夹太紧的话 它会断标的 如果你不夹紧一点 标签它会太松的 然后这个标签全部要好之后 我们就来到触摸屏这边 主要外面这里 然后这里有个手动操作外面的 我们直接点进去 先就点一下这个 点洞 它是可以正常脱标的 如果你夹太紧的话 这里标签搬太紧的话 它也是摸不了标的 我们就是要把这里 稍微的松开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个标签 把它剥离出来 然后我们 再要点一下这个 当事出标 这个剥标板这里啊 这个标签这里 基本上是与这里是平行的 它稍微会突出来 一点点的 你点这个当事出标 这个位置 漏出来太多 这样子是不行的 出太多 或者是一张没出完的话 我们就要松开这个 把手 松开之后 把这个电眼 往上面移 往上面移多少 它就会多出多少 然后我再点一下这个单标 它这里就出 出了这么多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电眼 往上面移 这里 这里出多少 我这里的电眼就移多少 然后我们再点一次这个单标 它一整张标签 那就刚好出完了 这里 它还是漏出 这么多 那我们还要继续往上面再调一点点 但是不能调太多 就可以了 再点一次 它就一张标签 那就刚好出完了 然后 我们多出 一张标签 因为我们刚要上去的标签 它还没有走成一条直向 我们是要当标 多出几张 瓶子是这样子 放在这里的位置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潮的 这里 我们要找到 合适的一个潮之后 再把瓶子 放上去 然后你要看一下瓶子底部 这里 是要与这个波标板 有距离的 不能让它刮到波标板的 如果太高了吧 它做得不正常 这样子不正常 那就贴不好 如果太往外面的话 它底下这里 它就会刮到这个波标板 然后我们是要放在 合适的这一格 然后这两个也是可以稍微的 可以摆一下调一下的 就是要松开 这一个螺丝 然后 再通过这个来拧 这个也是可以 活动的 两边这个也是一样 是可以活动的 然后我们 先把瓶子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我们这个气缸现在是有气的 需要进到这边这个 手动车就外面这个 压顶这里 点一下它 让这个气缸把它打上来之后 我们这个 轮子就要刚好 让它压到这个产品 压到产品这里 然后调这个 这个 高低 这边就能够来调这个 这个 这个气缸的这里面这两个 如果把它调高 它就会很高 如果我们的放低 它又会很低 要调到刚好的位置之后 我们再把它锁紧 锁紧之后 它这里是刚好碰到的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就是刚好碰到产品的 这样子是 比较紧的 然后这个位置调了之后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向外的位置 刚好要顶住这个 产品的 这个中间部位 让它顶到中间 这个部位就这里 然后这边嘛 这里是可以松开的 松开它 可以上下条 左右摆的这个位置 要找到你想要的位置 再把它锁紧 锁紧它就刚好 对准这个瓶子中间这个部位 然后再比挖一下这个标签 大概在两个位置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调它的那个标签的高低 如果让它贴低一点 这个产品就要往这边 我们就松开这个 把这个 定位杆往前推 让它每一次放产品 放到位置位置 它贴的标 它就比较低 把这个根往后退 往后退了 你每次贴点到这边了 它标签 它就很自然的高了 然后我们的标签是要居中的 我们就大概 放在居中的位置 把这个杆刚好点到这个 产品这里 然后再把这个梅花 锁紧 锁紧之后 我们就可以 开始踩脚踏 进行贴标的 它贴的标 它就刚好很居中的 我们望产品 走之后 我们首先要把标签开下来 要把这两个 螺丝把它松开 松开之后 它就可以把这个标签 拿出来了 就可以把它 完全的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 往上 想贴标的这种标签 把它装上去 按照之前原来的方法 把它 压上去 就可以了 把标签压上去之后 也是跟之前的一样的 先要进入手动操作 让它 把标签走直先 多出点标签 让它这个底子 不会左右跑的就行了 你用右眼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底子 会跑的 要让它出到这个标签 不跑的 然后这个标签位置调好之后 我们也是按照原来的方法 把产品放上去 放在这个位置 你大这个产品 跟这个小这个产品 这个大小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要调一下 这一个定位杆 大概的把这个标签放在 中间的位置 再把这边 顶到顶到产品这里 再试一下这个压顶 它是这个压顶是稍微 没有压到了 我们就要再调低一点 让它压到产品 压到产品 我们再试一遍 压着来 它已经这样子 已经是很平稳的了 平稳之后 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开始推掉了